Hello 大家好 我是Nanc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这一期我想要分享的就是 我的一些长期主义的用品 然后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入门级的一些奢侈品们 有一些可能也不算是奢侈品的品牌 但是在我这里就是使用度非常的高 对的对的对的 然后我主要是看到最近很多长期主义的视频 然后前段时间也有一个小伙伴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说 想看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适合20出头 大家小女生们去入的可以投资的一些单品 所以我今天说的一些单品都是我非常喜欢 用的时间很久 而且我觉得使用场合很广 而且价位也不是特别高的 一些入门的奢侈品的一些单品 好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话了 我们就话不多说快点开始吧 先从手势类的开始说 手势类的话我觉得虽然是买真金白银的好 但是我觉得像有一些品牌 他们的一些经典款 虽然不是真金白银 但是它也是可以用很久的 而且整体会非常的好看 而且我觉得质量的话也是挺好的 先说一下我耳朵上这对耳环 就是我非常推荐的小香家 他们这个很经典的双C的耳环 然后上面是有点点小钻的 我个人是蛮喜欢小香家 他们一些这种fashion jewelry的 因为我觉得价钱的话 就是肯定是最近越来越贵了嘛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几百块钱 澳币就可以买到的 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而且像这个的话 就是你不管什么场合带出去都OK 像我上班的时候带也OK 或者是出席一些什么场合 配一个小裙子 带也是非常OK的 而且像这个的话 我买的是金色 但是他们家的金色是比较淡金色的 所以你配银色或者是配金色的 别的手势都是完全OK的 我觉得非常的百搭 像这一副我就是配搭频率非常的高 对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我个人是非常建议 就是你要买一些奢侈品呢 或者是这种比较高单价的一些单品之前的话呢 得先去看一下你自己的风格是什么 还有就是你日常一些需求的场景是什么 如果你只是休闲呢 或者什么比较多 你可能这个就比较不合适 像我的话呢 我个人平常的风格 就是虽然最近喜欢Lulu 但是我除了Lulu之外 我还是比较喜欢小女生啊 比较优雅一点点的风格 而且像我上班的时候我也会戴 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就非常的适合我 戴的频率非常高的就是 爱马仕的这款猪鼻子的耳环 我应该很多视频里面都有戴它 它就是非常适合休闲的时候戴 我觉得爱马仕家的耳环呢 特别是这种银式的 就是中间的这个针呢 会比较粗一点点 特别是像我的耳唇是比较肥的嘛 而且呢就是耳洞会比较小一点点 弄进去的话呢就会比较疼 但是我现在已经习惯了 但是像爱马仕他们家的银式呢 我觉得质量是还挺好的 而且它也不怎么容易发黑 像这一对的话呢 我就是完全就是open的 放在我的化妆桌上面 也没有把它擦呀 也没有什么 就是还是亮亮的也没有发黑 所以我还挺推荐爱马仕家的银式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的有一些时尚的 首饰类的产品 现在的价钱会比Snell的还划算蛮多的 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我很喜欢 说到他们家呢 还有一个我很推荐他们家的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popage系列的这个耳环 这个耳环呢 还有配套的项链我都很推荐 但那个项链我今天忘记拿了 我可以下一次推荐 因为我发现是我用了很多年 而且我一直很喜欢这单品还蛮多的 另外会出一个系列啊 如果大家喜欢看的话 这个我也是非常喜欢 像他们家的这个耳环呢 是有很多不同颜色的 大家就按照自己的需求 我的这个是奶茶色配金色 我就觉得非常的百搭 而且很适合我自己的风格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金色多一点点的 而且奶茶色也很温柔 他们有白色配金色 白色配银色的 我觉得也非常的好看 很清新的感觉 这个的话呢 就会比他们家纯银的那个系列的耳饰 比较容易戴一点点 还有一副我非常推荐的耳环呢 就是这个也是戴了巨多年的了 就是Celine凯旋门的这一款耳环 大家可以发现我平常戴的比较多的都是这种小小的 这种耳钉之类的 这个呢就非常的好用 这个呢我也就是一直都是放在这个碟子上面的 就直接放在我的化妆桌上面 没有任何的氧化 对我都没有擦拭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它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百搭的一个耳环 而且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凯旋门的logo啊 这样子简简单单的配起来真的很好看 像这个的话 其实他们家是有个经典款 就是这个凯旋门logo下面配一个珍珠的嘛 那个的话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但是这个就会更日常一点点 而且它的这个金色是那种做旧的金色 我就觉得特别的百搭 这款我也是戴了好多好多次 大家如果有常常看我的视频 我不知道应该都有看我老是戴它 再推荐一些项链吧 推荐你先推荐一个稍微评价一点 但是我不知道现在可不可以买到 其实我很喜欢Dior他们家的一些首饰 而且他们家做珍珠的一些首饰非常的好看 我在他们家好几年前入了一条这个项链 就是有CD和一个小的这种珍珠的 也是这种比较偏淡一点点 做旧的这种金色 这个超级无敌百搭 因为呢它上在脖子上是非常灵动的感觉 就是很适合裙子啊 你平常去上班的时候穿都完全OK 而且它就是存在感不是很高 而且大家一看 哎你这个是Dior的呀 这个就特别好看 但是这个呢就是那种出了一季就没有的那种单品 所以我还蛮建议大家多去逛逛他们家的那些首饰之类的 偶尔会发现一些特别好看的 然后你就可以戴很久 这一条呢就是我没有怀孕之前买的 所以绝对有七年多了 它一直没有擦过 还是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状态 那个时候买也就几百块钱 这个样子非常的推荐 很好看 我也会有一些什么真的珍珠啊 真金白银那些单品 但是平常的话你戴这种 我觉得只要是质感OK 不是那种质感特别差的 也会提高你整个人的look 这个我特别特别的喜欢 现在说一个真金白银的 但是我觉得价格也是不是特别贵的 就Tiffinney他们家这个T的这个项链 这个项链我觉得应该算是他们家B入的一款项链了吧 就是非常的百搭 而且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可以戴 冬天你配一个高铃毛衣的时候戴它也特别好看 很simple的一个感觉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笑脸戴上戴上的时候 我真的整个人都会笑笑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款很可爱 我很推荐 这款应该是今天首饰类里面最贵的一个单品 毕竟它是真的是那个玫瑰金嘛 我这个应该是玫瑰金的吧 他们家那个配套的那个耳环 我也挺喜欢的 好了说完首饰类呢 再说一些配饰类的吧 配饰类我特别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入的 就是Prada的这一顶帽子 这个帽子我真的戴了好久好久 它真的非常的百搭 你看戴上去就不用离整个世界了感觉 我特别喜欢的 而且我觉得Prada他们家做这个黑色配这个银色 这个logo特别的酷 就是我休闲的时候呢 或者是我穿一身黑 我没有怎么洗头我就会用它 它的话就是你把头发散下来 或者是绑一个Juju绑一个那种马尾啊 都特别的好看 而且这一款的戴上去就是会显得脸很小 这款的型很好 我特别特别喜欢 我的这个马尸L 因为我的头比较大嘛 我很喜欢它 真的非常的推荐它 哦大家可以看一下有多脏 因为我就是戴它的频率特别的高嘛 还有一个配饰类的呢 也是我非常推荐的 就是爱马仕他们家的这种细腰带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细腰带多一点点 因为我觉得细腰带呢会更温柔 而且你配的东西可以比较多 就是你配裙子或者是你配裤子都完全没有问题 粗腰带的话我觉得配裙子对于我来说就会有一点点奇怪 他们家的腰带呢我特别喜欢的原因就是 你买了这一个相当于有了两个腰带 因为呢它是你就扣是可以选的嘛 它是两边的这个皮带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我其实是入了蛮多桥的 我个人的话呢是比较推荐黑色 然后后面配这个大象灰的 然后走白线的 我配的这个扣呢是猪鼻子的这款银色的扣 我觉得非常的低调 这款同款的猪鼻子 我还有入一款金色的 就是两个我都特别的喜欢 就看你有什么感觉吧 我这款就是配这个白色的和大象灰的 这边大象灰就不是Epson皮 是用很滑的这种皮了 它就没有走白线 像这种的话呢 我个人是建议你可以买两种不同颜色的这种带子 然后再配两个不同的扣 就等于你有四个腰带了 因为它有那种金棕啊白色 就是这四个腰带 你可以配一个银色和一个金色的头 你就有四个腰带 你可以完完全全这样子替换着来用 就非常的好 而且他们家这个腰带就是很小巧很好看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我觉得爱马仕家虽然是配货入了很多单品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很多单品就是非常的实用 你看就这个样子 特别百搭 衣服类的东西我有蛮多项推荐的 但是呢价位都会稍微偏高一点点 所以我可能会过几个视频再推荐 但是今天我非常想要推荐的一个单品呢 就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就是加拿大鹅的这款背心 因为呢我个人品尝的穿搭 要不就是这种比较偏lady风的 要不就是修剪风 所以呢对于我来说羽绒背心我特别的喜欢 对于我来说羽绒服没有羽绒背心那么百搭 因为呢有的时候你里面穿的很厚重 你配个羽绒服就有点卡不是很舒服吗 但是你配这种羽绒背心的话就完全OK 而且它可以配搭的那个季度啊就非常的多 我个人是特别特别喜欢这个的 它是做的有一点前短后长的这个设计 就会把我屁股稍微比较大一点点的地方给盖住 而且呢它就是很有功能性的 口袋呢这里是很深有拉链的 里面这里的话呢 这边是有一个这个网兜的 你就可以放你比较大一点点的东西 而且它是做这种雾面的黑色 像很多羽绒服 因为我有一个monclair 我不知道怎么说那个牌子 那个牌子羽绒服也很好看 但是我这次没有推荐原因 就是我觉得它没有这个这么百搭 第一呢就是它是比较紧绷绷的版型 比较死板一点点 而且呢它的那个羽绒服外面是亮面的 我就个人觉得羽绒服外面是亮面的话呢 就没有那么的时髦 对 可能我个人的感觉 这款就是特别时髦特别好看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地方是历领的嘛 像我冬天秋天春天比较冷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穿一些hoodie类的产品 都是有帽子的 所以配这种历领的这种羽绒背心 马甲就特别的百搭 所以这一款呢我真的很喜欢 而且我也是穿了很多很多年的 对穿了很久 我基本上 不是基本上 就压根没写过它 特别的推荐 它很喜欢 好了现在来说一些包包 这几个包包都是我使用频率非常的高的 对于我来说虽然我有一些比较贵价的包包 第一个想要分享的就是包包的这一款 黑色的这个包 这个包呢我真的特别喜欢 我基本上每个周末出去的话 我要不就是背这个 要不就是背他们家白色的那一款 如果我穿的比较休闲一点点的话 但是两个对比起来 我会更喜欢黑色的这个 因为白色的那一款的话 它这个算是格子是白的 但是它外面的线还是黑的 就没有这一款来的这么的酷 而且我发现了它一个命中绝配 就是我的这一款Jelly Cat的这个挂饰 我就觉得特别好看 他们家的这一个袋的长度呢 是可以调节的 而且它调节的特别的妙 它是在包里面调节的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你就可以把在包里面这样子调节它的长度 冬天穿的比较厚一点 你就可以调的比较长 而且呢它的这个里面容量是完完全全够的 像我的话 钱包 钥匙包 手机一些化妆品纸巾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Gucci的这一款 这一款呢也是好像是我生孩子之前吧 也是入了五六年了 入的一个小白包 我刚开始入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说 哎呀它容易掉东西啊 或者什么呀 我就有点担心 但是那个时候价钱是比较低的嘛 我就入了它 而且我想入一个白色 怕它变脏 就是我基本没有怎么保养过它 我穿牛仔裤的时候也会背它 你去看后面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痕迹 这款包包呢特别的百搭 就是它配小裙子也完全的OK 它的这个链条啊 虽然是不能调节的 但是呢我是就中间这个样子把它弄了一下 就用这个中间的这个扣啊 把它给这样子扣起来了 它的这个高度呢 就我这个样子背也可以 我斜胯的时候也可以 我个人是斜胯的时候 喜欢包包偏上一点 这样子会写的腿比较长嘛 而且它配的这个链条是这种金色做旧的 这款呢就特别的可爱 而且它的话呢 我觉得配很多的这种挂式都特别可爱 因为我个人的话呢 我是特别喜欢这种肠脏型的这种包包 我就觉得它特别的百搭 它配我的这个小花生超可爱 这款包包我特别的推荐大家 像这种小包包的话呢 特别是这种不是休闲挂的 我就是推荐大家 入一个比较亮一点的颜色 但是呢也不要太过于亮 像绿色啊或者是什么颜色 像这种的话 我觉得你入个这种米色 这种小白色 还有最后一个了 就是应该大家都猜到 就是LV的这款neverfull 我忘记我的这款是什么了 我这里还有我的这个名字的这个东西 我个人是不是特别建议去入这个的 因为现在看有点傻 特别是我名字的这个缩写很像纽约的感觉 就是更傻了 但是这款包包我是特别喜欢的 一般上班的时候都会用它 像这个的话我是用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这个的皮的这个颜色 已经从浅色变成深色了 我觉得这个样子会更好看 我里面配的是这个颜色的这种内衬呢 而且它里面是有一个这种 哎呦里面放下好多拉 也不是拉底就大 这个包的它的话呢你就是可以拆下来日常去用 像这种它都不是皮的嘛 我就没有怎么很认真的保护过它 也是用了五六年了 用的基本上是天天用 没有任何的问题 你看它这种五金也还是很新的 就是很耐用 LV他们家这种canvas的东西 我就觉得很耐用很好看 好了今天的一些单品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 我还有很多别的单品 你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希望大家给我一键三连 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